为武汉肺炎疫情来祈福中华国际嘎党巴佛教总会 是受邀进驻了2020台湾灯会的好神宗教灯区 搭进了藏传佛教嘎党巴灯区 其中也设置了30尺高的坛城 展示佛陀设立和藏士的吉祥转经轮 希望为这一波疫情来消灾祈福 2020台湾灯会的好神宗教灯区当中 最大的独立灯区就是这座30尺高的坛城 而在坛城的四周围跟围绕巨型坛卡 内部展出珍贵的黄金舍利塔 由中华国际嘎党巴佛教总会来设置展出 那里面有充满着这个来自于几十个国家的佛舍利 它有骨舍利、肉舍利、血舍利、脑舍利 有不同的佛舍利 那么也有诸大地址像舍利佛穆建年 释迦牟尼佛儿子罗侯罗 这些所有不同 也有五百罗汉、十六罗汉等等的 总会指出来自十个国家的佛头设立 会摆放在现场供大众占领 而另外还有许愿池 以及藏士奇想转金轮 供民众祈福 一旁的蒙古包 里头还有色彩缤纷的西藏家具 以及庄严的尼泊尔奖金宝座等 布置宛如是皇宫一般 我们同时会用佛的舍利 放在大众的头顶 让帮他们祈福 希望他们身心健康 那么这个能 未来都能稳定平安 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 所以来众就可以来我们的灯区 我们在蒙古包里面 跟坛城里面 都会有祈福的法师 来把这个佛舍利 放在他头顶来加持 总会表示 8号台湾灯会开幕当天的下午 还会举办安座及启动大典 由吉祥大活佛加持 除了祝福台湾灯会圆满外 又为这一波武汉疫情来祈福 这里将台中裁缝到